請現任鄉民務局農廟天明 米樂祖書豐族台灣族比 我們務局奮援提供於青年宮 房居道場 台南道場 賓董道場 中華道場 以及土耕道場 主義道親 台灣人都結帳 以及我們銀端網路 這些竹山中 全現導遊 洩南新路台帝 台灣人都結帳 南無米樂請訪掌 好 我們板橋諸位道親大家吉祥 這個禮拜師父跟廟君師母調班 所以說就在我們板橋主持共修 因為我們明天是彰化道場的一周年的公慶 那師父其實往年都是公慶我不去 那因為師父現在比較沒有時間去各道場 反而師父會利用公慶的時間才有辦法跟其他的道場相逢 因為師父像現在去屏東都是禮拜四禮拜六 只有公慶的時間才有辦法把四六日的人聚在一起 所以師父就會選擇公慶的時間去各道場 比較有辦法跟像我們這邊以後如果師父公慶在這邊 才有 這邊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這邊以後師父都是三六日在這邊那個禮拜 桃園跟彰化都一樣 但是只有屏東跟台南 就是像屏東師父是四六在那邊 台南幾乎日在那邊 禮拜三雖然師父也有下去 但是不辦事 因為台南那個是辦晚上的 所以師父就沒有辦 所以說像台南那部分 如果師父跟屏東如果沒有利用公慶去的話 是比較沒有辦法跟其他的時間的道親見面 所以就會利用公慶 像這一次師父去台南就是利用公慶下去 那很多人才有機會再見面 那大家也 師父去的時候大家也會比較會回來 因為大家知道很久沒有看到師父也會利用公慶的時間回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以後師父可能就會在各道場都是公慶的時間 都會下去 這個當中可能會影響到排班的這個秩序 當然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各道場的生物人也算是都非常的穩定 師父在不在也其實影響也不大 影響也不大 這樣各位清楚吧 好 那今天因為沒有禪修課 我們只做一般的上課跟這個指辦盛事 那今天如果單子有比較特殊是會下去辦 如果沒有就有彭一真師姐去做加持 那我們今天要上的課程是 屬於這種比較內在的修行 跟外在的這種認知 其實師父自從開班禪修課以來 其實我們所有的道場對禪修課完以後 對修行的認知其實有越來越深入 甚至於更了解的修行的含義 更廣泛的把這種禪修的模式 套入在我們這種靈修的這種環境裡面 去做這種靈禪雙修的這個修法 通常一般的外面的靈修 其實是很多只是會在這種比較動禪世界去靈修 但是比較寧少以這個靈禪的方式去做這種身心靈的這種修行 那我們的禪修是比較深入在身心靈的修行 甚至於更深的話 真的可以是達到一種專注清淨 甚至於能夠靈心見性的這個程度 那這一塊可能就是要看因緣 那至少是可以在身心靈的方面來提升各位對修行的這個認知 甚至於也更了解這種因果的這個真理 那因為我們每一堂禪修科都是以參禪的方式在做教學 所以透過參禪的方式也讓各位更能了解 這種修行的這個入門的這個要義在哪裡 或者是去因為參禪的每一個題目 也可以讓各位修行者透過參禪的方式呢 能夠更了解何謂修行 或者為什麼很多我們在佛學上看到的 很多這個佛學經典的文字 詞典也好 或者是經典的這個文學的舉說也好 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透過我們參禪以後大家都更了解 那各位在禪修當中發現到 以禪的方式在舉說同樣一句 用詞其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講過的這個任理歸根 或者是這種心不隨靜轉 如果這個如果不是以參禪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以外在的信息的話 我們就會解說過心不隨靜轉就是我們不要被外在的因素影響到我們的思想或者我們的行為 如果在參禪的方面就不一樣 參禪的方式我們就是在打坐當中我們有八處現象 種種現象 這個其實就是靜 然後怎麼樣讓我們的心能還是保持專制不隨這種 我們在參禪當中的種種靜音 影響到我們的專注 破壞我們這一念心的清靜 所以各位很多在經典上看到的一些文詞 跟你實際在參禪的當下的這種領悟 其實真的是兩個世界 不過哪一個真實 所以釋迦牟尼爾才會講 正法隱藏不露文字 就是有時候你以文字來解說修行 那各位從參禪方面去了解 那的確如果以文字來解說修行 那真的有時候差異性非常大 非常大 而且是不確實際 不確實際 甚至於無法落入在行為中 會實踐在行為中 只是一種這種知識教學而已 所以各位我們聖靈宮有靈禪雙修 第一透過靈修的方式 能夠排解我們很多道親 不管是你先天有帶指令要修行的 或者你是有祖先要找祖先來這種歸醫修行的 或者是你也是有這些淫親在子的討報的 這個都是會呈現一種靈媒體質的現象 或者靈光逼體的現象 那這種問題其實在很多道場都是以祭改 或者燒化金子蓮化的方式在處理 只有在聖靈宮不以這種方式處理 只有在聖靈宮我們是以三寶薰法的這種歸醫方式在處理 那聖靈宮自從母娘降這個三寶薰法 迷了淨土以來 我們已經在這邊實踐 如果以三寶來講 差不多接近半年 聖靈宮建立是二十年 但是前半段母娘沒有降三寶 那開始傳這個三寶薰法差不多有八年 那這八年當中 因為我們很多道親的見證 甚至於透過雲端網路的這種傳播 讓很多人越來越認識聖靈宮 那也因為這個法門的殊勝在聖靈宮這個五方開放之路 也非常的順暢甚至於成功圓滿 那現在不只只有台灣五間道場 那現在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來台灣像這個國立九月十五號 我們蘇秉鑫師兄會再帶三個朋友過來台灣桃園道場皈衣 他之前就有帶八個這個道親來皈衣 那之前蘇永和師兄跟楊金戰師姐 在一年多以前也曾經帶過差不多 將近二十個人去彰化道場皈衣 所以說我們現在其實 從新加坡過來台灣桃園的元素也不斷地在 慢慢地在增長當中 那一些道親其實是擴起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印尼 然後我們香港其實在台中也有一個道親 其實他也度香港很多道親去彰化桃園 去桃園 那之前我們桃園也有桃園一個從佛洛里達州回來的道親 其實他彰化桃園好像也有來板橋差不多一兩天在這邊參與共修 那這個從海外進來台灣歸一人 當然這個畢竟要相當有這種 對聖連宮的這種三寶勳法也相當的認知他們才會 因為他們一趟從不管新加坡或者佛洛里達州 從哪一個國家過來 都需要怎麼樣 旅行費用 當然旅行費用也不是一兩千塊就解決 還要有 因為過來也不可能一天就馬上回來 那至少也要有兩三天以上 甚至於更多就要一個禮拜 更多就一個禮拜 像佛洛里達州回來的那個師兄 就在台灣就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這個都需要很大的花費 那他們為什麼還可以這麼堅定的回到台灣來 其實為什麼我們到也可以透過這些人在國外 其實上個禮拜也有一對夫妻從新加坡 也是新加坡的朋友傳我們的影片給他 但是他沒有透過他那個朋友 反而自己去找他一個台灣的朋友 跟他約好 然後也請他們帶到桃園道場去 好像是上個禮拜三 那師傅在桃園那個禮拜的禮拜三 他們也去黃道 那黃道完了以後 師傅大概有問他是寫介紹的 或者他有用照片給我看 就是資檢視品星帶我回來 鮭魚的八個鮭魚之中其中一個 那他們可能相約會在國立的十一月份 會再過來台灣 那這個黃道這兩位夫妻如果有過來 可能也會鮭魚 可能會鮭魚 那最後就是我們聖年宮現在從這種海外 擴展的這種跡象越來越成熟 那台南妙家師傑他本身 其實在英文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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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方面 他是相當流利的 所以我們在經營新加坡馬來西亞 國外這一塊 其實我們也成立一個英文族群 就像台灣的賴族群一樣 但是是用英文版成立起來的 那這個這個族群是目前就交給 也另外就是台南的主持廟家師傑在經營 但是英文最快在經營目前也是相當的成功 相當成功 所以這一塊我相信也慢慢會越來越多 那目前我們在新加坡 就是蘇秉欣師兄跟蘇永和師兄 都有在他們家裡的一個佛堂 讓他們在台灣歸一的道親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他們家裡那邊 這個共修或者是靈寮 或者靈寮 透過這個英年也有遭到一些新的道親 所以也陸陸續續 像蘇秉欣你看 就是自從他開始在家裡做的時候 已經上次有八個 最次有三個 那就加起來也十一 差不多十一個 人士也不斷地在擴展當中 所以說我們在新加坡 其實是沒有正式以聖連宮的名義在掛牌棒 但是有以聖連宮的這個法門的這個系統 現在在新加坡是有兩個水中 比較家庭式的佛堂 就像類似一貫道的這種家庭佛堂的方式 在新加坡兩個祭典 在替我們聖連宮做這種傳播 甚至於在那邊 讓他們歸一的道親可以在那邊方便地共修 那在台灣 除了我們武方道場以外 我們在雲林縣 有一個子龍宮 那個是以前在台南歸一 後來去彰化的道親 他目前帶去彰化歸一的道親 也差不多有十六個以上 沒有歸一的人還是很有 還是很正統 那他是以我們聖連宮的學生出去自己創辦道場 那就是遵守聖連宮的規矩 不妨害聖連宮的名義 以這個經營的模式 這樣子在 師父在允許他 就是不能破壞聖連宮的名義 或者是經營模式 就是一切要照著聖連宮的方式做 他也答應 那現在也相當的成功 才經營不到半年 現在歸一的人數也慢慢在突破到 目前歸一已經有十幾個 那應該我相信會慢慢的會穩定下來 而且師父在處理這個也是很乾淨俐落 就是他們子龍宮帶過來歸一的道親 我們都跟他講不能來彰化 就是要去子龍宮 如果要回來彰化就要團進團出 這是我們跟他的耶法三章 所以說這個耶法三章目前執行的也非常的成功 那師父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就是要能夠讓子龍宮能夠穩定發展 這個大家都看出師父的用心 也很肯定師父這種用心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學生出去才有辦法真的做起來 要不然彰化跟隱隱那麼近 人家看到這邊這麼熟悉 大家也會回來講話 那師父就是會跟他們有一點耶穌 所以讓子龍宮目前也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在成長當中 那子龍宮這個師兄跟廟觀師姐 其實他們兩個夫妻 也真的是很遵守聖靈宮的這種種責 或者是我們聖靈宮傳道的精神 到目前為止 平安講他們都是發揮得非常的好 甚至於也是執行的 可以這麼說就是很遵守我們的耶法三章的方式在做 在做 所以我們聖靈宮其實不只只有我們現在五間道場 如果要與聯外的這種學生出氣的或是新加坡的 其實我們現在總共是有八個祭典 在國外就有兩個祭典 在台灣幾乎 除了我們五方道場以外 如果再加上子龍宮 其實我們是台灣就有六個祭典 六個祭典 如果再加上新加坡兩個祭典 其實我們目前就是有八個祭典 那這個以後可能會不斷的再增加 那以後我們道場可能就是會 行這種成功的模式去做 五方道場我們開放的 我們就是會 以上天的指示到這邊就可以 那其他的我們就是會 像子龍宮這種模式 或者在台灣的話 我們會遵循像子龍宮這種模式去做 那在國外那時候比較沒有衝突 那就比較無所謂 只要不妨礙聖典宮的名義 或者利用聖典宮的名義在外面練才 那我們都會讓他們去做 這樣了解吧 那所以說我們會慢慢的 會行新加坡跟引領子龍宮的模式 也不斷的開始會去擴展 擴展這種家庭小道場的模式 甚至於搞不好 像子龍宮他就不是叫家庭小道場 子龍宮他們還沒有來聖典宮歸一的時候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道場 後來因為認同聖典宮以後 他暫時把道場關起來 去我們彰化道場認真的學習以後 然後師父再鼓勵他再出去 然後遵守聖典宮的規矩 類似以這種加盟的方式在做 那目前做得也非常的成功 也非常的成功 而且這是我們師父之前也說 如果是我們學生出去 可以以加盟的方式來做 來做 那這個目前在 雲林縣的子龍宮 目前在執行當中 也可以成為以後 我們如果有類似這種加盟到場的話 做一個參考 做一個參考 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當然我們就會比較容易再往外再擴展 那各位因為我們現在是居於零產雙修 所以我們透過禪修的課程 也來更深化聖典宮對修行教育的這種提升 的提升 好 所以今天的課程 今天師父講的課程大概都有跟禪修 零修相關的一些議題融合在一起 那今天的課程是什麼 公甲內在的自性修行 內在的自性修行 什麼叫做內在的自性修行 各位注意 這計畫是內修自性 其實各位你們有參加過師父的課程 從很多佛寫的經典文字來解說以後 你們才發現到 其實禪修就是一種內在的自性修行 就是內在的自性修行 那我們從禪修中也可以去領悟到一些 真正的修行的要點 如果你今天你自性的修行不夠穩定 其實你外在的行為是不會穩定的 是不會穩定的 因為你沒有去摊 沒有去參透 或者不是很真正的去了解修行的意義是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從這種內在的內修自性 大概來跟各位解說 在很多經典都告訴我們 公甲修養自己得著利益眾生 這是在道德經裡面的一句名言 那在釋迦牟尼有常提到一下 修行者自覺要決他 這個自覺就是內在的修行 就是自覺 那在決他 這個決他其實就是外在的身形 就是利盅 利盅 那六組會員也講自性是公平等是德 那六組會員也告訴我們 修行要從自性是公 就是要從自性修好你才有公德 要不然沒有公德 為什麼 各位注意看 很多人可能很會到金錢上去做這種外在的布施 或者是在金錢上如果能力可以的人 可能在布施上他們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就算你布施再多 你的內在的世界 不一定是清淨的 不是你金錢布施的多 就表示你修行的好 修行好不好 是在內在裡面去看 而不是在外在的布施在看 那布施有什麼功德 布施如果你內在的世界如果是不清淨 如果真的忍不住都要下去 下去 要不然在這個課程會被打斷 如果你內在的世界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穩定好 沒有辦法穩定好 那其實你外在的所做的其實都是一種明文立揚 而不是真正的三輪體空 真的了解 所以佛教其實在教育各位在這種布施的觀念裡面 也是要提上三輪體空 那什麼叫三輪體空 三輪體空就是我們在布施的時候 這些內心是保持清淨 而沒有明文立揚 或者明相追求的這種布施 這個才有真功德 才有真功德 那現在我們在全世界各宗教 很多大師都很鼓勵大家去修供養修布施 但是選少去跟各位講 內在要修行 內在要修行 那聖連宮母娘一直告訴我們 福報是修來的不是求來的 那通常現在的大德對布施 都是有一種遺失遺求的這種觀念在做布施 其實這個某一方面也是落入在母娘講的 這個福報是有求的這種意味 那這個意味到底能不能實現 其實以師父辦到多年以來的經驗 就算能實現 如果可以得一百分你頂多得五分 差距非常大 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心還是落入在明文立揚 明文立揚 那這種宇宙光的世界就沒有辦法襯托你的光明 也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當一個人用布施要來改變命運的時候 其實很多是業障的現前 那業障要的是功德而不是福報 各位要注意 人情在此要的是功德 因為只有功德他才能得到解脫或者得到超度 福報他不需要 這樣了解嗎 因為當有鬼他不需要什麼房子 也不需要什麼車子 他需要的是淨土 這樣了解嗎 這樣各位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那淨土是怎麼來的 各位你們如果有在歸一三寶在做禪修修行 你就知道淨土是要靠修行來的 是不是 那修行又有分的內在的修行 內在的這個修行 內修自性 還有外在身行立重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佛講的智覺結他 還有道德經講的公假修養自己得著利益眾生的這一塊 是不是 那從古聖賢都告訴我們修行內在也要修外在也要行 就是解行要並重才有真功德 是不是 那我們透過禪修課的印證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禪修課當中各位 如果有參加過禪修課的人你們就知道 有時候真的要讓你們這一念心靜下來還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你們的煩惱有多少 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個煩惱就是業 人一帶有煩惱都是業 對不對 那你知道你看你這個心靜不下來 你就知道你的業有多重 甚至顯得更嚴重 搞不好就是福報世界受審 身體受審 那就更嚴重 對不對 那福報的受審就是在財氣事業上的受審 或者在身體正剛的受審 這就更嚴重的討報 是不是 那這個都需要功德才有辦法去扭轉這個印試 那修行人不是只有扭轉福報的印試 更重要是要扭轉靈魂能夠解脫的這個世界 這個才是最終我們要修行的 最終我們要修行是要讓靈魂能夠解脫 甚至於能夠了生托死 找到靈魂的故鄉 這個才是我們修行的目的 而不是只有光求人間福報 今天就算你能大富大貴 總有生老病死的來一天 那一天你的靈魂將何氣何從 所以那一天禮拜四師父本來沒有要下去彰化 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怎麼樣 師父這四點就睡不著 算了就趕快就起來就做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室內的甩手運動做一做 五點多還這麼早 就洗臉洗一洗 就車了就開了就往彰化走 想說在那邊無聊乾脆來 精神又那麼好 想說精神那麼好開車沒問題 就下去 下去我也跟廟生說 今天下來我不辦事你辦就好 所以我就在樓上休息 結果就有一團人來訪到 沒有預約 他也是出家中 今年八十五歲了 他是台中聯社的分社的 這個田委分社的一個主持 台中聯社是非常有名的 帶了一群他的學生去晃盪 師父就問他 你們是什麼姻緣來的 他說我們都有在看你的視頻 你看現在師父的視頻很多出家眾在看 而且都非常有名的在看 看完以後 我這些今天帶來的 因為很多是有這種靈的問題 想要來跟師父請教一下 我說你們好你們請教 在談論當中他們也承認 靈這一塊他們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跟師父稍微見談以後 他們對我們的這種能夠補度三朝的法門 還真的讚嘆 讚嘆 讚嘆聖靈宮有這麼好的法門 這麼好的法門 在聯社出家已經那麼多年的一個比丘女 她是女眾出家 今年八十五歲 看起來身體也相當的健康 在跟師父這個研討佛法的時候 她也說 哇這個師父你真的是 這個見解非常的深 我就跟她回說我才國中畢業 她說你國中畢業喔 這個真的是有修習 所以各位 今天我們在聖靈宮裡面真的是遇到一個 道真理真天命真的道場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得到 像以前在兩年多前 其實佛光山就有三個出家人去我們台南道場 也是領著問題讓師父處理完以後 去那邊皈依 其實我們板橋有很多一貫道的講師跟點傳師 來這邊讓我們處理完以後 在這邊皈依的也有 這個大家都比較久了應該都知道 那其實彰化台南屏東也有很多 現在像師父之前在桃園皈依兩個姐妹 即使她媽媽就是簽成了一貫道道金 今天也要去桃園皈依 她媽媽是一貫道道金 看到我在處理她兩個女兒以後 她回去就相信 我們聖靈宮的 沒了淨土 真的是可以普渡三叉 她回去想一想還是要來皈依 那之前師父在彰化皈依一個一貫道 一百零二歲的老稻親 她在一貫道已經行到 將近五十幾年 接近六十年 一百零二歲 她這個應該是老前人級的 她看到她媳婦跟她兒子的親人 就是她媳婦的爸爸媽媽 她媳婦的爸爸在住院的時候 她兒子來問說 請母娘 因為他們也是看網路去的 說請母娘能幫忙 看能不能讓我老丈 可以過這一關 那母娘說這一關過不了 她說可是有人說她可以活到 因為她那時候去問的時候 她爸爸已經八十幾歲 她說有人說她可以活到九十三歲 那八十五歲活到九十三歲 就是還有八年 那母娘說我看是沒有辦法 這一節躲不過 果然回去以後 第二天她老丈就往生了 她就覺得非常準 後來換她丈母娘去住院 那丈母娘去住院的時候 她也來問 有很多人說我丈母娘 罪官過不夠 所以請母娘你幫忙 能夠讓她比較好回去 那母娘說 不對勒 這個人還有壽命呢 她說真的嗎 她說真的 我一個扶令給她 結果第二天她要讓母娘出院了 出院以後她丈母娘就去我們道場歸 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所以她回去可能把這一段歷史講給她 爸爸聽 一百零二歲的爸爸聽 爸爸就非常相信 他們兩個夫妻也因為這個姻緣也去彰化歸衣 然後她的丈母娘出院以後也去彰化歸衣 其實他們都是一貫道的 資深的道親 甚至於有些可能是講典傳世紀的 那個一百零二歲的這個 她的爸爸 來歸衣 她兒子就說 我想要讓我爸爸歸衣 我說一貫道也是迷路淨土啊 她怎麼回我你知道嗎 妙生你知道怎麼回我嗎 她說聖連宮在座的看得到 比較有信心 對不對 那一貫道在座的看不到 誰沒有信心 對不對 各位 聖連宮的三朝補助是不是真的看得到 真的是看得到 所以我常常講 聖連宮的法門不用等到死後再來證明 只要你認真在聖連宮服務的人 只要看多了你知道 你就知道我們的迷路淨土是真的 是真的 那這樣子你求這個道會不會更安心 再加上如果你先得後修最快再做好 是不是我們真的可以往生迷路淨土 是百分百沒問題 對不對 你看你們來歸衣以後你們淵親在子祖先 得以超度去天佛院 讓你們身心靈健康得以平靜又平安 那你說真的還假的 包括剛剛師父寫的那個意思 你看 都很真實 很真實 對不對 好 所以師父之前也常常講 師父也常常跟你們講 聖連宮的法門不用等到死後再來證明 只要你認真在陶庭 參與你就看到這個情室 所以聖連宮這幾年來這八年多下來 沒有任何這個散播以來 為什麼可以在八年間五方道場開放成功 我們順序把這個道傳到國外 當然除了我們妙恩師姐幫我們做的網路 大成功的散播出去以外 那重點也要是我們的三寶辛華輸勝 如果我們的三寶辛華不輸勝 我們的影片也可以在那裡唱的連歌 對不對 我們這裡還沒有吵架佈 所以那種影片做成輸人 是不是 如果要唱連歌 你看那影片就是 那娃娃桑在唱都比你們更大聲 對 我們唱輸人 是不是 你們對一個唱的嘉義 如果要吵架佈 我們基本上就沒有法度 是不是 我們是寒慢嗎 不是 因為我們是受精度 我們受的是真的 有辦法讓你們了心脫術的這個世界 不是在那時候看不到的東西 哪一個好 這個就是需要時間去應證 對不對 但是不用等到死後才應證 所以當我們去年所正聖聖念宮的三寶辛華 這麼殊勝以後 我們對聖念宮的迷路淨土 我們越來越有信心 但是越有信心 我們也不能只陶醉在三寶辛華的殊勝 要不要自我提升 要不要 那自我提升今天这句话就要注意 内修自信 对不对 再来 外形立重 外形立重 那现在内修自信就是 我们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禅修课 认真来参与这个禅修课 让我们更了解 禅修的 次第在哪里 从内在里面去稳定我们的起心动念 让我们透过禅修 就专注定 让我们的心不容易起妄恋 或者心浮气躁 自然而然你就有智慧 在形式作物当中 你的思考就会冷静 而不会怎么样 而不会过度的 这种造极 反而做错事情 对不对 古代人你们在想起 或在冲动的时候你们家人家说 比较冷静或比较冷静的 为什么 他很怕你冲动的时候做不到事情 对不对 那有时候业障不是这样子来的 是不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禅修如果可以让我们这一念心 保持一个专注定 你平常在生活中 你的起心动念就很容易控制 甚至于我们用参串的方式在修行 很多佛法道理你懂的 当很多静言出现的时候 你也会比较冷静去思考 因为它是有因果的 当你参透它 它是有因果的 你就更容易控制下来 那修行人本来就善恶不执着 就算他没有因果 你也会觉到我是修行人 这个我们就随眼自在 只要无伤无害 我们就无意而怎么样 无意而刚就是让我们的内心能够住在 不需要为了直善而烦恼 或者为了直恶而烦恼 所以禅宗才会讲善恶不执着 直善会不会烦恼 对不对 直善也是很烦 你看你有时候常常常跟他说 你看我这次 小时秒钟去开桌的时候 你说我都没想知道 你还记得吗 你才知道我都没想知道 你还记得吗 就要叫我们这个共助才 就对家路 全家路都知道 全家路都知道 是不是 那为什么是这样 修行人听 所以修行人常常说 如果被人 开桌的时候 其实你们都无所谓 去给他贪定 他就开桌 就要死 他要死 说的就没完毁了 你还记得他说 实质路比较好吗 他没给你印 不好意思 要给你印 他为了上去 本来三天可以准备 让你们这段时间去看看 要担一个星期 是不是会超过的 你相信修行这句话吗 你相信修行这句话吗 是不是 有些人更无名 刚才跟你说太多 在这里振开 是不是 这到底是对不对 你修行今天讲的这话 你们也可以参考 病人就是需要修行 这种三到底好不好 到底好不好 这种执着三到底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有修行 像师父这样有修行 我就会去 去参透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是真的对这个人有利或者有益 要从这个点去思考去分析 不管人家对你的看待是怎么样 我们内心知道 我们这样做是对了就好了 有些人是说 有些人是说师父这也不猜 你如果高情好 他待他你都没去看 你如果再议这句话的话 那或许你的修行真的就不够 师父自从讲这个故事以来 很多道歉都 师父你都说到我的心里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以前我妈妈去鬼祖的时候 噢 那里来 那里来 就像我们福福那一阵 那一阵 那一阵肺炎去做领导 做法療 回家家都没完结 但是那在去看 那边去看 我在说的时候 台南主 在讲主 在笑的时候 我师父啊 都说到我的心里 有些人说 不来 你要去看嘛 不好意思 我不要去看 我福福福那说 好像没开 是不是啊 你看看 各位你看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听完你知道吗 你正常要去看 但你会走得走 这么去 没有这么去 是不是啊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修行 我们就会选择 时间与空间 是不是 我们就更有智慧 去分析这一块 所以直善 到底有时候对还是不对 现在我们的凡夫 很多是这种直善的人 很多 你自以为是善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善 造成人家的困扰 甚至严重会害死人 对不对 各位相信吗 那这个跟行恶 有什么不一样 最后是使众生受伤害 或者给众生带来困扰 那到底对不对 那善与恶 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吗 与你最后所造成的伤害 是一样的 有差别吗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在做修行 我们也要有智慧 去领悟这一块 那修行就非常有意义 那修行人 他们都不会修行 他说 对啦 他们这种内在修行 真的不够了 这样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修行 理路上也真的 一个领行者要敢 去教育 总是不能富贵凭借 所以师父就当着 那个师父的面前跟他讲 我的学生就算有钱人 我也会要求他好好的修 也不会因为他有钱 你就放纵他 可以就来布施 就要什么都不用做 反而这种学生 要布施给师父 反而师父都会跟他讲 你要来修比较重要 反而师父都会送他这一句话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 就是今天师父讲的课程 对不对 你如果不修 其实你的业障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修道 你是没有办法达到 修道的目标的 不管你所需是哪一个目标 其实最后的分饰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 如果是了生托子 你更没有机会 因为你的想法错误 方法错误 那福报的这一块 就算有分饰 你也是在最低分里面 也不是最高分 对不对 那外形立重这一块 要怎么做 你看我们圣灵宫提供了一个很优厚的五方道场 甚至于现在也有从国外其他的 只有祭典 我们创造这个道场的目的 就是要让道庆有一个方便的环境来修行 让我们皈依的道庆有机会来这边 听经文法提升自己 甚至于我们这边也有在做灵修领了 甚至于有在做这个消灾解惑的这个科医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是在帮助众生的 因为很多人来问世人不一定是有求到 对不对 那圣灵宫在做这块完全没有商业行为 都是水洗功德 就算他没有来求到 那我们也没有帮助到众生 那这个就是修复 而且我们的修复是从行为中去修复 而不是从这个金钱上去修复 我们讲布施有财布施财法布施 其实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财法布施 对不对 那圣灵宫比较提上的是财法布施要做出来 如果你财法布施做出来 你再去做财布施会更有益 福会双修 福会双修 对不对 如果你只做财布施不会做财法布施 那你的福还不见得很好 还不见得会满分 那你如果财法布施修得好 那你的财布施绝对满分 各位要相信 对不对 因为你也内在 清静 对不对 所做都是三轮体空 有没有意义 其实这是什么 福会双修 福会双修 所以圣灵宫有灵产双修的这个课程 让我们这些有灵界问题的道亲或者是有死命的这些修行者 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做这种灵修 甚至于透过禅修方式 也让各位能够更了解 内修自信跟外形立重的这种要义 要从哪里做起 或者是从哪里下功 从释迦摩尼有告诉我们 自觉觉他 我们就知道要从 灵修自信下功 对不对 从这个六主会人讲 自信是光 平等是德 也告诉我们 要从内修自信下功 从道德经跟我们讲 公甲修养自己 德者利益众生 也是要从内在下功 如果你的内在功夫不够 智慧不够 你所做的行为 对错你 没有办法去分别 甚至没有那个智慧去分析 就像刚刚师父所举例的这种 散行 有时候反而造成人家的困扰 严重的话 搞不好是造成人家的伤害 对不对 你看有的人 要完结你们都去跟他们关心 结果你有发现 你们越跟他们关心越乱吗 你们都没注意到 你们有这个经验吗 越去跟他们关心越乱 为什么 你们去跟他们关心的 董事长一定会 这样讲一些他的苦水给你听 你如果没有智慧你就会给他加油贴错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你为了要安慰 怎么给他加油贴错 这就是不是没有智慧 所以当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在处理一件事情 反而会越处理越处理越复杂 越复杂 越复杂 各位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嘛 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碰到 有啦 是不是 管教小孩子也是一样 你用之后去管教小孩子 不一定要用暴力 不一定要用暴力 对不对 夫妻相处也是一样 用智慧去相处 不一定要用 要怎么去相处 不同宗教的家庭要怎么相处 这个都是公屋要更厉害的 对不对 老公是基督教 你是我们道教的 对不对 每天老公都要带你去教堂 你每天要带他来佛堂 为了这个事情 两三天就要吵一次 对不对 这个都是环境 怎么办 会不会遇到 会不会遇到 会 这是修行 这是修行 你要怎么样去包容这一切 又能够和睦相处 又和睦相处 这个师傅非常有体验 以前我跟资连教的本书 我第一间教的资连教 这些师傅都跟你说过 在本书的时候 那当时业障现前的时候 师傅就去找 去送七千香烟 乞一个雄师一又五 送七千 你知道吗 他一间那些 土生的灵圣仙 那个超商 那个店上是一个大生 对不对 像是基督教徒 每次我三个人叫他 叫他给你签 他都一直跟我说 要叫我去教堂 是不是 我第三个女孩 再跟他问 我来跟你叫你 叫我一遍 我看你也很生意 跟我开工那久 你怎么不跟我进去 他说除非你跟我去教堂 我才要给你进 你看他用 他为了肚子 他威胁我 对不对 拿生意来威胁我 但我是性母娘 我就不太喜欢去违背母娘 他有他的想法 我会有我的想法 可是得到的是什么 每天回去被经理骂 那一间那么大间 你怎么没有进进去 我还时报给经理听 他说叫我要去教堂 才叫我进 我们经理就跟他一句说 你跟他去就是会死哦 你不要进去才不要去 想想的也会这样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这一年心比较重要 算了算了 先给他应付一下 对吧 所以我就跟他去了两三趟 他第一趟还不给你进 他也要 对不对 还要去两三趟 他要给你进 为了要让他进 我就去跟他两三趟 也好 这个不是母娘制造的因缘 就是要让我去认识基督教 对不对 所以我也了解基督教的受理是怎么样 对不对 而且我去那个教会 刚好也在做灵修 也在做祈灵 所以我才知道基督教也有在做祈灵 只是他们的祈灵很奇怪 很奇怪 很邪门 所以你看那个基督教的那种祈灵的 一旦着火入谋 就像之前有一个基督教 那个都说他是耶稣的女友来转世的 各位记得还有那个道亲记得吗 很奇怪 很奇怪 对不对 你看师父剩下回教没有去接触而已 剩下回教就没有去接触而已 但是这一点也让师父体会一点 体会一点 有时候觉得我们心自在就好 心自在就好 就不要去想太多 有时候宗教搞不好就互相尊重 反而是一种美德 所以师父也因为这些经验 所以师父在这个宗教界 我都不太愿意去批评其他的宗教 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 其实宗教的本身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会有不好的其实都是人为的因素 你看一贯道自从入中于张天然孙师母的时代 其实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后来走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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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就被一些这种 师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不要问 师父不是说指教不好 但是不要渗透宗教 反而让宗教产生迫害力 那这样子就不好 那现在很多一贯道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像我们彭一真师姐 她忠心她妈妈往生的时候 她忠心她姐姐是一贯道的 坚成的道亲 带一团人去那边 这个去去坐 去那边就是我们去讲去参拜 刚好我就坐在他们旁边 他坐下来就跟他旁边看 买他去做 买他的三遍也要做竹架 我就说 欸那个师姐这什么地方 你也看我清楚一下 你看他那边的时间空间度 不然你放棄 你看他们的心有得到吗 有得到没得到 有得到没得到 这对宗教的杀伤力大不大 大不大 非常大 所以圣人说建道以来一直坚持 不以争治 不鼓励大家 我们圣人宫就是不让政治走入我们的世界 但是来拜拜我们就怀念 但是绝对不为任何人去做任何政治这个活动 那圣人宫本身就没有商业行为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鼓励 到亲要去盛访这种商业行为 那目前我们五间道场其实也执行了非常地成功 非常地成功 对不对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之下所呈现的成果 要不然以圣人宫现在规模人这么多 有时候在管理上的确很难去注意到 面面俱到 那圣人宫因为我们每一个道场都有 有生物人员的这种领导加上管理委员会 那最近似乎又比较忙 在各道场的时间越来越少 又成立一个聚力小组 来协助生物人员在做这种聚力的这种 协调 沟通 甚至于仲裁 变成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舞台 在管理道场 在管理道场 师父为什么会这么做 就是希望师父比较忙的时间 比较没有时间在道场的这个空间 一样能够保持一个清静的环境 不要因为师父不在这个道场就被破坏 被破坏 所以我们才会把组织更严密的去组成一个团队 你看师父父道之心 有没有很坚强 有没有 那这个也需要各位的努力 对不对 那各位愿不愿意一起去努力这一块 因为我们来圣灵宫是要求道 最后是要修道行道 每一个行业我们都尊重 包括政治人物 我们都尊重 在道场 每一个行业要进来我们都欢迎 但是就是 来到道场就是修道 对不对 那这一块圣灵宫一直在提倡 三清四正义这个教义 就有提到这一块 那目前也执行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们规模一直在壮大当中 但是到目前为止 至少是没有这些问题出现 从去年的总统选举 我们也看出我们道场的平静 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一场大型的选举 比较容易看到道经 在道场的这种对立 你民进董 你国民董 你什么董 为何要回到谁 你看我老公就要离婚 不要说你这次是和我孙女孙杰而已 对不对 各位相信吗 对啊 那种执着很严重 会不会对立 对 对不对 对立起来伤害是除了道场以外 损失的是谁 还是自己 那我们干嘛那么笨 我们干嘛那么笨 你们要去托给谁 我们都不会去要求你 但是来道场我们就去修行 对不对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道经 你们对一个人里面的公民权利 我们都尊重 但是来道场我们就要知道 这边是修行的地方 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教育 对不对 这个是念修自信的部分 如果你自信修得好 你很容易控制这一念心 不会因为你的习气 或者你一些喜好 就很容易出现在 共同生活的环境当中 你比较容易控制得下来 对不对 如果你念在的定律不够 你是不是很容易暴露出你这种 第一跑来就说政敌 是不是 对不对 如果要签拜 第一跑来就说明拜 很容易暴露出来 很容易暴露出来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些爹如果跑来都在说肚子 这样差多少 是不是差很多 对不对 你看那要伴侣的爹跑来就在说伴侣 是不是啊 对不对 这是不是叫做习气 习气是吗 人的生活当中 真的是被习气所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去修改习气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夫 所以修改习气是修行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去习气而修功德大 这句话师父之前有一堂课 去就是出去的那个去 去习气而修功德大 简单来讲的是 消除你内心的习气 就是修功德大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只要把自信修好功德最大 因为你自信修好 你的行为就会善言善行 对不对 心存慈悲 所以功德自入 我不用刻意 自然的显入出来 行为中自然的显入出来 对不对 如果你的习气不好的人 很容易显入出来 那一种是业一种是善 差异性在这里而已 那你有修行的人 你显入出来都是善 习气不好的人 显入出来都是习气 对不对 这个是跟内在也没有关系 那内在所呈现出来 就是我们讲的习气 所以什么叫修行 书常常讲 修改自己错误的观念跟行为 叫做修行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又称之为习气 秉性 那这个有时候 你真的在这边修灵修 听经文法 你还真的不一定能够去体悟 这种内在的世界的这种清静的这种感受 那各位已经有参加师傅的禅修课以后 师傅以参禅的方式让各位去知道 内静的世界 你看我们几堂课下来很多道亲 对八处现象有认知以后 慢慢对八处现象就不会再有执着 或是有疑惑 那突破了这种八处现象以后 你的内在又不断的再提升了 才不会站在八处现象 而怎么样无法提升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课程越来越没有八处现象的反应 或者道亲提出这一方面的疑惑 这透过禅修的方式来做教育 让大家能更深入心不随静传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禅修课对各位的修行 除了我们的三宝心满乐净土三朝五度的天命殊胜以外 再加上圣灵宫的禅修 是以灵迹禅修的方式来 灵修禅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子观禅学 来教各位 从子为定官为贿的世界 去修这种子观双印 更了解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的变化 透过参禅的方式 去了解佛法道理的真意 对不对 这样子你慢慢对真理越来越了解 你对真理的了解越深 你对因果的试透就越明白 当你了解真理能够试透因果的时候 你的行为自然而然 就会自我耶稣 自我控制 顺利如果你的信念是清静的 你根本不用去控制它 因为念念都是善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用去控制它 那就是非常有修行者的行为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可以修到这种程度 当然是不是也非常高兴 当你可以完全修到清静心的时候 你念念都是善的时候 你的行处作为 所表现出来的外形立重的行为 念念都是善 也可以讲步步都是善 一举一动都是善 是不是 那相反如果恶喜重的人 是不是念念都是贪真事 是不是 这个是苦海 这个是苦海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要跳脱苦海 你对佛法道理认识不深的人 对因果没有参透的人 其实要叫你套脱苦海 你是跳脱不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生老病死是正常的 是不是 你看那天 我们头红要有一个师姐 他养一只动物 生病看医生看不好 也要去问神 泰人有一个师姐 他的那个狗狗死掉 去找一个塔位 他要去问问说 他要做哪一个方向 那个狗没有生效 也不知道要做哪一个方向 对对对 你看现在的众生 这种 这种疑痴到这种程度 这种程度 对不对 他就是出生在出生道 他为什么会出生在出生道 就是他前世所造之夜 他才会在出生道 他今天可以遇到你 你是上辈子你欠他 你才会遇到你 所以我讲布施还是有六道轮回 对不对 是不是 只是说你很多人 你布施很多金钱 你有福报 但是六道轮回没有断 好 那如果你的罪业是在出生道 你也一样去当出生道 只是你同样是出生道的狗 你是一种贵宾狗 宠物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福报的出生道众生 你叫流浪狗 差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布施也没有福报 有 但是六道轮回有没有断 没有 这个这样解说 大家就听懂 那这种六道轮回没有断的布施 现在以后六道轮回是不存在呢 各位要注意听这一点 这个地球因为极端气候软化即将走向毁坏 那时候人道跟出生道是不存在的 天道与阿修罗将毁在康丰节 那你修那么多的福报 一样跟没有修的人要去下地狱 那你等于白忙一场 是不是白忙一场 你的福报本来是可以去出生道当贵宾狗 可是现在没有出生道的 你一定要去下阴山地狱 你可能会有人间在转世荷雅 但是因为没有人道的人 你一样要下地狱 所以末法众生如果只懂得修福报 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修行行为 这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也是师傅那天敢大胆地跟这个比丘里讲的一句话 如果只懂布施不懂修行 就太可惜 太可惜 那个拉法师听我讲他认同 他认同我讲的是真真实实实 师傅敢跟一种八十几岁的大师论这一点 那如果不真实的话 你觉得论得下去吗 对不对 他也非常肯定 我对佛学传法的定义 甚至于对佛学 对众生的教义 他是肯定的 他也常常在看我的视频 他说 师傅你的视频真的讲得非常好 真的可以深化人性 可以深化人性 那师傅其实一直在强调的是 不能只修福不修德 不能只修福不修慧 我们要福慧双修 要只观双印 这种修行才有意义 一些未来没有六道轮回 你所布施的可能在六道中的 这种福报 你享受不到 你一样下阴山地湖 对不对 你跟一个没有修福报 你同样的命运 那你修那些是不是白忙一场 但是很多人都被一些法师 或者宗教师 错误的引导 你那样供养佛 你就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对吧 我们现在要去庭 你就要来布施两条 你就会去西方架世界 你看大摩做事 梁武帝给他问说 我去那一座庭有说到 他说无功无德 现在的法师都说去庭有说到 如果现在的法师到 那是大摩不对 那你现在想不到 想不到 大摩是一个很有效应的 所以才名流千石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跟梁武帝 梁武帝还是皇帝 那时候讲错话 搞不好会杀妥 不畏计杀妥的这种命运 跟他讲真话 对不对 你看那个有多大的勇气 但是修道脸不能 唯昧良心 对不对 那师父就秉持达摩这个精神 修道脸不能唯昧良心 要把真理讲给道琴听 那能不能听下去 就看你的音乐 所以我之前有传一个 叫做李佛法师 在一个视频在讲说 他以后也是要去 多摔天内 那个大家有看到 你看他在讲课的时候 怎么讲 我说我以后就是要去 这个多摔天内院去祭祖天 以后要去赴隆马三会 你们听得下去的人 继续坐在这边听 听不下去的人赶快走 你看 他为了讲真话 也讲诗实话 你们觉得不承认这个的人 你可以走 如果可以接受 就坐下来听 他有没有讲这句话 就是有良心的法师 有良心的法师 不愿意害怕 你做不下来 他就讲唯昧良心的话 对不对 达摩也不会说 要去巴结 或者攀掩一个皇帝 我讲唯昧良心的话 或者是违背真理 把扭曲佛法 那现在的修行者 很多都被大副法 大副法你们听到 大副法就是金主 扭曲了火法 扭曲了火法 各位相信 现在我们不要讲台湾 全世界 有很多宗教师 真的是被大副法 扭曲了火法 扭曲了火法 就这是末法 这是释迦摩 你有讲的末法 末法是毁在血的身上 不是众生的身上 是匪在法师的身上 因为法师做错误的传法 才会末法 对不对 如果法师秉持正法 这个法会末法 对不对 不会 肚子人算选 所以我们有两个人知道 暗调量省 堵鬼也算鬼也 老婆 如果在冠道府一句人 他说 暗前半生 他要暗到两天 堵鬼也算鬼也 不想拯读 这句的跟小学校的 传道一位的意思是同样 不能为了要减读一个人 要做扭曲佛法的教育 那师父一直在传道以来 会扁持这个 因为我师父都经常跟他说 我如果跟他说 如果不听 你痛苦 你在痛苦 我也是睡得很大 为什么师父会说这种话 你们有时候 你们会听说 这个师父 我们修行人 说这种话 那种话 很没良心 但是有时候 你们冷静和想 师父说的 我如果跟他说 你如果不听 我能改变你什么 那我去把你拔给你 你去改变 那不是 不是不是白忙一场 对不对 真的显悦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是你在苦 我还是真的好好的 对不对 我如果求你英雄到 我就跟着你苦 对不对 所以人家师父之家 传道者要引起幸福 随眼自在 就当众生 原来的时候 我们尽一切力量 去度化他 教育他 但当众生 离开我的眼前的时候 我很多事项 都无助于心 无助于心 就是不会把这些事项 执着在心中 无论是攀岩 或者种种事项 产生烦恼 执着痛苦 对不对 就是众生来你替他烦恼 是不是有时候 搞不好是攀岩富贵 对不对 那种作文明的法师 都会攀岩富贵 比较多 你坚困人 他就像说 你最好事 不要来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 特别人会去攀岩富贵 是不是 很怕这些金子 如果没来 他孙子很大 是不是 这样子 是不是会落入在 扭弃佛法以后 他自己会不会落入烦恼 会不会落入烦恼 那法师本身就下第一了 你还上得了天堂吗 你还能上得了天堂 这句话听得下去吗 对不对 他本身就下第一了 你还能上天堂吗 为什么师父说 他本身下第一 因为他扭弃佛法 是因为贪真吃才会扭弃佛法 对不对 这种也没有修行 没有 各位要注意 是没有修行的 是不是 这种没有修行的法师 你跟着他 怎么能解脱 怎么能解脱 所以释迦牟 你是要告诉佛教徒 在末法的众生 如果要成就圣道 抹夹的众生 如果要成就圣道 一定要寻找名师 一门深入 叫你要找名师 找到一个地方的范茫 是不是 没有名师就没有范茫 今天如果没有生年宗 如果没有孙准 有 我们这个散步 没有在整套吗 不是你们要拜母娘 母娘也不是跟生年宗有而已 对不对 要拜母娘很简单 上山主义床 那个母娘比我们更大 是不是 你去拜看我就是去散步 是不是 所以不要落入在向 要寻找名师 这样听得到吗 所以设计犯人说 目的众生要寻求名师 你这么有法度受到 不你没法度受到 名师就要赌金 立金 天明金 才有组织成为名师 就像我们的精透 没有精透就是赌金 立金 你们看是有 江经所要的便宜无乱 是不是 客机客力 对主性中 远路真经 不用拿经典来说 一贯道说 真经不在抓医生 意思就跟你说 经不是在经典里面 是在主性中远路出来 这样跟你说 真经不在抓医生 是这样没人说 政法延长不落文字 也跟你说 经不是在文医生 教授也跟你说 自性藏真经 真经藏自性 自性远路出来的经 才是真经 春的都是什么 学术 非真经 你看很多高兴的 都跟你说 自性远路 才是真相应 所以内修自性 正不重要 正不重要 怎么样才能达到 内修自性 多参与产修课 你才有办法去体会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我们的成修课 经过这几堂课的教学 各位是不是真的有体会 是不是有体会 对不对 慢慢你就会不断的去增长自己 增长自己 这样各位了解吧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来 大家请额掌 来 好 下课 谢谢 谢谢